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是一个把妹高手,是一个海王? 任何男人应该都想要拥有迷倒万千女性的本事 可在神奇的2010年就有这么一部脑洞大开的作品 男主把妹关系着自己的生命 故事的男主,桂木,是个喜欢攻略养成游戏 就是Gala Game的宰男 因此他不喜欢现实的女生 至今为止,他已经攻略了一万个游戏里的女生 号称贡献之神 一天在放学后的中午,桂木收到一封奇怪的挑衅信 想让他攻略一个女生 而并不知道这是来自地狱契约书的桂木自然立马会先答应 天空顿时,无余密布 伴随着恐怖的紫电 从地狱派起来的渠魂队的恶魔艾露西从天而降 艾露西开心地感谢桂木签下契约 然后就要带她去狩猎渠魂 桂木的脖子上也突然带上了各项圈 艾露西说如果不遵守契约就会手机不保 而渠魂是从地狱逃出来的恶人的灵魂 为了再度做坏事而藏到心灵有空隙的人身上 所以只要把这个人空虚的心灵填满,驱魂才会出来 而填满的最佳方法就是恋爱 这意味着艾露西要让桂木去攻略现实的女生 并且桂木要攻略的第一个女生是同班的高原部门 高原部门是个大大咧咧的女生 但是作为高原game狂魔 因为三四元的女生穿着有问题 所以桂木特别抗拒 为了满足桂木的属性追求 艾露西就让那群女生都变成了桂木所想要的穿着 那超短体操够不如马一下子就让桂木特别后悔 超帅了 我追求的属性应该是不穿衣服才对啊 攻略的第一天 桂木做了个超大横幅 要为临近比赛的高原部门加油 结果高原部门觉得太丢人了 认为这是桂木的包袱 先先把他给D4 但是桂木坚持不懈 每天都挂各种各样的横幅 束缚为他加油 第四天的时候 高原部门就没那么抗拒他的行为了 毕竟脸都丢光了 你还别说 有人喊喊加油 心里真的感觉很温暖 高原部门他不被学姐们看好 说他只是偶尔跑出个好成绩而已 因为他确实是有一次跑出了个好成绩 被老师看中 但是之后 却再也跑不出好成绩 越是胆怯的他 故意在比赛前一天 假装受伤 桂木已经洞悉了一切 他特地跑去一堆伤心的部门说 你只要接近全力去跑就行 因为你在我心里 早就是第一名了 从没有人这么温柔地对自己加油 从没有人对自己那么伤心 或许 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高原部门心动了 并且在不小心闻到桂木时 他身上的驱魂出来了 最后高原部门也成功 拿到第一名证明了自己 之后他的记忆就被艾鲁西消除了部分 总结 找到女生形成薄弱之处进攻 便能事半功倍 并且你需要一个 只要自己不尴尬 那么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心态 对女生哪能要脸 面子什么的在妹子面前一文不值 之后 艾鲁西以桂木妹妹的名义 转到了桂木班级 然后告诉了他妈妈 自己是桂木爸爸的私生女 然后就住进了桂木家 艾鲁西竟真的被妈妈收留了 可怜的桂木老爸 似乎是被老妈提出了离婚 哭谁都不能哭孩子 毕竟 这是曾经自己爱过的蓝人的孩子呀 接着第二个驱魂的人 叫青山美生 一个巨有钱 且十分傲慢的女生 桂木看见她 反而觉得十分的好攻略 因为她坚信 傲娇是守护纯真的钢铁盔甲 也就是说 这个女的只是表面一套 心里还有一套 只要拿脸好心里那套 还不是 手道勤来 为了先发智人 她直接跟美生告白 但是就被冷漠地拒绝了 最后 微博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那就美生在装 有钱能 之前是具有钱的 但是父亲去世后 没有经济来源 住在了破公寓里 甚至为了显摆 可以特地买一堆没用的面包 司机对她的行为 十分气愤而摔门而去 结果追出来的美生 和门口偷听的桂木 四目相对了 美生被她有点担心 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然后经验满满的桂木 利用了这个 只有双方知道的秘密 第二天一早 就自己登个自行车 要载她去上学 可是曾经加进殷实的大小姐 怎么会做这种掉价的车呢 结果在埃罗西的帮助下 这样自行车就变成了 超级豪华的三轮车 不过有包厢 则似乎能体现自己是有钱的身份 假装没有司机的美生 就要上车了 甚至不禁以后桂木 是真的喜欢自己吗 只要桂木每天 精逼力尽地接她上下学 到第五天 她实在等不动了 因为之前的车 在埃罗西的帮助下 每天都在变 甚至还有能力火车这种玩意 经过这几天的接触 美生对她的态度 自然是飞速增长 后来桂木偶然看见 有人给美生的晚会邀请函 可是自从父亲去世 美生就很久没有去参加了 因为那里只会充滞着嘲笑的声音 夹进殷实的桂木 自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 她精心准备礼服 蓝瓜车 自己也穿上了礼服 毕竟桂木也是夹进殷实的小伙子 她家里的GalaGame游戏机 怕是无法估计 等到了会场周围 美生手把手叫桂木跳舞 这次晚会的人路过嘲讽了她 桂木已经洞悉了一切 美生装有钱人 只想记住爸爸的教会 不想忘记爸爸 桂木请美生放下爸爸 走自己的路吧 最后又是一句温柔的话 我还想多看看你的小龙 我一定要在你的心中 占有一席之地 美生最终在桂木吻她的那一刻 决定成了爸爸的死 屈魂也成功地被阿如西收了 之后美生也没了关于 桂木的记忆 继续开始过起了自己的生活 第三位需要供虐的女孩 名叫钟川加龙 是位十分出名的偶像 而且 笼获了音乐技最优秀型能讲 就连艾如西也是她的粉丝 桂木对真能偶像 完全不感兴趣 因为在她心目中 游戏偶像 她值得被称为偶像 尤其偶像不会生脑病死 是永恒的存在 而且总是与时俱进的 不断优化者 现实偶像 则根本不会进化 反而还会老化 虽然桂木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艾如西还是很喜欢加龙 人籍偶像 可不比千金大小姐好攻略 因为他们每天都很忙 你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她一面 可是故事剧情设定 就是让桂木跟加龙同一所学校 并且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孩 因为需要攻略的那一天 她就出现在学校了 加龙确实来上学了 而且在天台自言自语 鼓励自己做好偶像的话 被一旁认真打游戏的桂木听见了 但是桂木根本不认识她是谁 因为对现实偶像 不感冒的她 一点都不在乎加龙 这段本就是万众瞩目的加龙感到巨大的吃怒 所以在三次元世界也出现了奠基 在加龙得知桂木是同班同学 且不认识自己后 她有些崩溃的想自己 果然不是偶像 是垃圾 是垃圾 加龙无法相信 桂木竟然不认识自己 对此耿耿于怀 套路啊套路啊 这时艾如西突然发现 加龙身上有驱蚊出现 于是桂木又得无奈进行攻略拯救 之后加龙作为偶像 十分卖力地涉及各个领域 可谓是打红大字 城市的脚脚落落都有她的图像 桂木并不想攻略加龙 因为加龙当初一直用电击棒点她 然后没想到的是 加龙这次主动找她见面 加龙在桂木面前宣称要打败桂木 也就让桂木成为她的粉丝 接着她就现场演唱了起来 躲在后面奈如西挺得津津有味 然后桂木却身无旁骛地玩起了游戏 不甘心的加龙第二天又在桂木面前唱起了歌 但是桂木直接听到睡着了 接下去 这场攻略行动就出现了谜一样的画面 加龙找桂木聊天 加龙找桂木吹逼 加龙找桂木倾诉 加龙找桂木抱怨 本来是桂木需要攻略她 结果就成了加龙在攻略桂木 可是现实偶像实在是提不起兴趣的桂木 大多数都是选择无视 这也让加龙越来越不自信 渐渐地加龙全身变得透明 在关键时刻 桂木动机了加龙的烦恼 她开始连真的说自己有在听 因为歌声太美妙 在睡着的 这才从加龙的电机棒下活了下来 稍微恢复生气的加龙 让她明天再来 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桂木已经胸有成足了 奈路细续调查了一下 查到加龙之前 是在 的组合里唱歌的 不知主上的他 却人气更高 组合也由此解散 他的队友离开了唱歌界 之后桂木开始了攻略 并且 他成为了加龙 唯一可以倾诉烦恼的朋友 桂木也到处跑去加龙 忙碌的现场 听他烦恼 听他倾诉 几天后 加龙已经开始会想恋桂木了 渐渐的 加龙就像个恋爱少女一样 然而 桂木并不认为 自己已经快成功了 在加龙一场巨大的演出开始前 他 消失了 紧张的加龙 在这个时候不自信起来 认为如果没有上好 这万人演唱会 粉丝就会离他而去 就像当初的组合 被大家抛弃和遗忘一样 被负面情绪占满的加龙 再次变得透明了 大家都找不到他 桂木知道这是决胜的时刻 他赌上了 找到他 沮丧的加龙漫无目的地走着 他满脑子都是只有 瑞瑞瑞的成员和优理和猜目 一起上台才行 不然 他做不到一个人 取悦万人 加龙很依待桂木 桂木找到他的时候 他着急地想要得到 桂木的肯定而投怀送抱 但是桂木拒绝着空虚的他 他鼓舞加龙一定 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 打放光彩 在加龙依旧不自信的时候 表演会场里 响起了无数的呼喊声 加龙的粉丝们 都真诚地不断地喊着 加龙二字 加龙为白的粉丝的心声 临走时 他对桂木表示 自己只为桂木一个人唱歌 也可以哦 二人最后相吻时 驱魂也出来了 片名 只有神知道了世界 这是2010年出品的一部 很有趣的动画 我个人认为 如果不是一个资深的 Gala Game 是作物出这样的动画 如果你认为 这是一部后宫第一组作品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部 信仰神作 当然是针对某些人 在大多数人眼里 我想还是一个后宫爽文 可是仔细一看 还真的是有很多细节 毕竟在《攻略女生》上 这部题材动画 还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提示 男主全程智商在线 用理智进行把妹 而不是一些低俗海王 只会靠脸靠前把妹 而你说这是三次元 还是二次元动画 还真的说不好也 因为有很多技巧 真的可以让你在三次元用到 还是强烈推荐 观看原片 我是少年 因为明年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